2014年,五个俄罗斯年轻人跟踪一个窃贼,偷偷跑进了禁区切尔诺贝利 他们原本只是想找窃贼拿回被盗的财物 但进入切尔诺贝利后,他们却接二连三遇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些是怎么都绕不出去的鬼打墙 后又是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镜像人 到了最后他们竟在一棵树里看见了一个活着的人类 那么这五个年轻人在切尔诺贝利到底遇到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接着昨天剧情来看高分俄罗斯科幻网剧 切尔诺贝利禁区的四到五级 上集中我们说到男主等人追随卷毛进入了切尔诺贝利 在一个废墟他们找到了卷毛的摩托车 并在摩托车的后备箱找到了五百五十万现金 本来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已经完成了 但男主却突然在平板电脑上看到卷毛似乎遇到了危险 他的背后还有一只非常恐怖的变异狗狗 在小丽的圈说下,五个人开始在废墟中寻找卷毛 但奇怪的是他们好几次都看到了卷毛就在对面的大楼 但过去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这些诡异的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在寻找卷毛的路上男主又发现 他们似乎一直在绕圈子 怎么也无法离开眼前的公路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等人迷路了 于是他便带大家在附近的森林里休息了一夜 结果第二天刚起床 男主却发现小丽和车都不见了 无奈四个人只能边走边寻找小丽 过程中间还遇到了一辆红色的皮卡车 皮卡车上有三个男人 他们自称是猎人 专门在切尔诺贝利附近打猎 司机很热心的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男主还以为他们遇到了好人 但皮卡车上的三个男人 其实是三个变态 他把男主四人送到了一片废墟 然后拿出猎枪准备猎杀他们 在逃亡的过程中小达还不小心中了一枪 还好就这时 昨天那辆黑色SUV又突然冲了出来 车上的神秘人利落地干掉了这三个变态 此后神秘人什么都没有说 再次扬长而去 神秘人的出现让男主非常好奇 他发现这个神秘人似乎正在保护他们 但奇怪的是 大家都不认识这个神秘人 他到底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等人呢 虽然有些好奇 但眼下男主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了 他们开上猎人的皮卡车 准备先送小呆去医院 结果在半路上 一行又在一通大楼边上发现了小丽的汽车 车就停在大楼门口也没有熄火 而就在这时 大楼上的小丽也看到了男主等人 他大喊男主让他们上来帮帮自己 令到小丽的呼喊男主更奇怪了 为了防止小丽耍花招 他让小瓜和小美留下看车 而他则带着小呆走进了大楼 结果当两人来到小丽所在的楼层时 并没有找到小丽 而就在这时 小瓜突然找到两人 他让男主他们赶紧去地下室 说小美在那看到了小丽 男主又急忙地到了地下室 四人会合后 他们又在地下室开始寻找小丽 过程中小美突然把小呆叫到了一边 小美告诉小呆 在过检查站休息的时候 男主曾经强暴了他 听到小美的话 小呆瞬间炸了 他转身找到男主 就和男主打了起来 然而小美和小呆不知道的是 这个小瓜和小美并不是真人 而这边留在门口的小美和小瓜 又一次听到了小丽的呼喊 这次小丽出现在大楼的楼顶 他让小美和小瓜赶紧上来 说男主他们遇到了麻烦 听到小丽的呼喊 两人急松松地冲了上去 然而当他们来到楼顶 却没有看到男主两人 这时小丽拿起武器对准了他们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说 两人是幻影 而这边在地下室打了半天后 男主发现 小美和小瓜有些奇怪 两人竟没有影子 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 他急忙制止了小呆 然后带着小呆退出了地下室 刚来到门口 他们就看到了正在楼顶对峙的三人 感觉情况不对 男主也带着小呆到了楼顶 刚见面 男主就日问小美 自己什么时候和他睡过觉 听到男主的话 小美有些懵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 刚才小丽说的幻影 原来切尔诺贝利 因为核辐射的影响 一些地区的空间发生了扭曲 一旦有人进入这些区域 就会被复制 一旦小美的解释 男主突然想起了 地下室里的小美和小瓜 这时男主忽然发现 他们对面的小丽 也没有影子 如果说地下室里的小美和小瓜 是复制人的话 那么这个小丽 应该也是一个复制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 他让小代开箱射击了小丽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这个小丽真的是复制人 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 竟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而在这时 自个人前脚刚踏出大门 后脚大楼就变成了废墟 在废墟的背后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游乐园 在游乐园的摩天轮里 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小丽 从小丽口中 他们才得知了 他不辞而别的真相 原来小丽的父亲 原本是核电站的工程师 灾难发生前 他们一家人就生活在这里 不过在和谐测的两天前 姐姐发生了意外不幸去世了 而在昨天晚上 小丽忽然梦到了姐姐 在梦里姐姐正在向她求救 还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小丽以为这姐姐 要告诉她什么事情 于是半夜 她就偷偷开车返回了以前的家 但让她失望的是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已经被辐蛇了 上面的字迹也非常模糊 然而在她准备 带着笔记本返回营地时 她用来照明的设备 忽然响起了滴滴的声音 好奇的小丽拿起研究了一下 结果她就发现 设备的显示屏上 跳出了几行字 上面显示 电量充足 时间可以调拨 好奇的小丽也不知道 自己安到了什么 下一秒 她就被传送回 1968年的4月24日 刚开始小丽还以为 自己是在做梦 但询问了路人后 她才确定 自己真的是穿越了 这时她突然想起 她姐姐就是在这天 发生了意外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她根据记忆 找到了姐姐出事的地点 然后在那条猎犬 即将四摇姐姐前 就现了年幼时期的姐姐 为了表示感谢 姐姐还邀请小丽 一起去游乐园 结果他们在乘坐摩天轮时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丽又被传送回来了 因为被困在摩天轮上 所以她才没能及时返回云地 听到小丽的解释 大家都傻了 只是男主突然想起来 小丽来照明的那台设备 好像是之前 他们帮助大叔偷渡时 大叔一堆在车上的 而这时小瓜也想到了什么 他期望让小丽 拿出手机看看里面的全家福 而小丽掏出手机一看 却惊奇的发现 全家福里不仅多了一个女人 还多了两个孩子 看到照片 男主想通了一件 他告诉小丽 如果昨天穿越是真的话 那么那个女人应该就是她的姐姐 而那两个孩子应该是她的孩子 因为你穿越后就笑了姐姐 所以历史也被改变了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听到男主的解释 大家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虽然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但现在不是议论这些的时候了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以前便准备先离开切尔诺贝利 然而他们刚刚上路 就听到森林里有人在喊救命 没有办法 男主他们只能停车查看 结果这一看 更诡异的萤幕又出现了 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了 一个被卡在树里的大爷 在大爷的手上 还有一台和他们一样的设备 设备上还写着01的数字 这时小丽突然想起 他们的设备上也写着02的数字 看到有人过来 大爷急忙开口求助 他告诉男主 200米外有一件仓库 仓库里有安乐死的药物 他请男主他们 去帮他把药物拿过来 他被困在树里非常的痛苦 为了搞清楚大爷 为什么会被困在树里 一行用根据大爷指的方向 来到了那个仓库 结果进去后 男主他们才发现 这里是一个实验室 根据实验室的日志 男主他们终于搞懂了 所有的一切 原来那个大爷和偷渡的大叔 还有另一个人是三个科学家 他们在一次实验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 赤尔诺贝利的空间 因为核辐射的缘故 出现了异常 于是三人在这里 建议的实验室进行研究 而那两台可以穿越时间的设备 就是他们的作品 原本刚开始 一切都很顺利 三个老头也找到了时空节点 成功的进行了时间旅行 但在几天前的一次实验中 他们发生了意外 那个被卡在树里的大叔 回来的时候 没选好位置 结果就卡在了树里 和大叔融为了一体 而解救大叔的唯一办法就是 再进行一次穿越 回到过去把那棵树砍掉 但另外一台设备在莫斯科 也是那个偷渡的大叔 就回莫斯科去取设备了 但偷渡的那个大叔 在偷渡的时候 被警察抓了 隐差阳错 那台设备就跑到难住他们手上 看到这儿 大家从三稿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但故事远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随后的日志里 小光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研究 三个科学在穿越实验的时候 意外发现 切尔诺贝利中似乎有股神奇的力量 一直在阻拦他们进行时间旅行 他们研究了很久以后 却惊奇的发现 这股力量似乎是切尔诺贝利本身 而在这时 实验室的大门突然被砸了一下 那么是谁砸了实验室的大门呢 三个科学所说的神秘力量 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剧情 好了就这样 我是真的下午说完粉丰豆的傲娇花姐 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